联手来自洛杉矶、华府以及加拿大蒙特罗、霍太华、多伦多等分会会员 盛大举办海外分会会晤交流暨会员联谊系列活动 彼此交流经商经验、国际商业信息以及经贸论坛 世华总会会长陈千惠表示 首次线下实体交流机会相当难得 我们新华世界掌握脉动、建立网络、然后发展经贸 这就是我们的中心思想 我们今天来到这边能够落实我们会里面的宗旨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任务 晚上我们就会有一个很棒的联谊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也会有很多 我们当地主流社会的这些国会议员跟政府官员 一起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晚会 我也希望借用这个机会 我们跟主流社会的这个互动可以加强 然后让我们华人世界的这些妇女的力量 能够被主流社会能够看到 活动中陈千惠还以她自己在南非经商四十年 并曾连任三届南非国会议员的亲身经验 分享在种族隔离主义的环境下 女性都应该不忘责任 包括提升国家能见度与积极参与此项活动 那我自己本身也亲身体验过 这个种族歧视的这个很尴尬的这个问题 你到餐厅去他告诉你说 我们这边只有白人可以进来 你是华人你不可以进来 那那种我觉得有那种羞辱感 但是因为这样子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给自己更多的一个鼓励就是 我们要好好的表现自己 我们要很清楚的告诉他们我们的定位 我们要表现出来我们的支持在哪里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透过沟通 然后大家互相的交流 那我经常呢在南非呢 也就参加他们主流社一些活动 然后也在这样子情况之下呢 推广我们自己的中华文化 让他们理解我们华人呢 是一个不一样的民族 我们是有文化有传统的 是一个优质的民族 而丰富的晚会节目中 包括国会议员赵美新 刘云平 加州财务长马诗云 州众议员方树强等人 也分别出席 并为协会办法合状 东西文团队洛杉矶报导 下渡去 本兴趋务它 in 原网国以国放气团 Inspire 楼然里在廖区 本兴趋务 אנ�� 请联起点 怎么能这么早 这样子